18岁的幽人亲王,作为王室的独苗,承载着独一无二的使命,它是皇位继承的唯一希望,其存在对于整个国家和王室都有着非凡意义。 在幽幽历史长河中,王室血脉的延续犹如一条坚韧的丝线贯穿始终。 而幽人亲王的诞生本就是备受瞩目的奇迹,在成长的岁月里,它逐渐成为公众视野的焦点。 她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王室的未来走向,18岁的她站在青春的舞台上,却肩负着古老而沉重的责任。 她的成长被寄予厚望,王室的教育倾尽全力塑造她成为合格的皇位继承人。 她需要精通礼仪,在各种仪式中展现出王室的威严与庄重,那华丽服饰下的身影,承载的是数百年传统的重量。 她还要学习政治、历史等诸多知识,为未来治理国家奠定基础。 她就像一座桥梁,连接着王室辉煌的过去和充满未知的将来。 在民众眼中,她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象征,人们期待她能带领王室走向新的繁荣,续写国家的历史篇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